歡迎大家回來收聽新一集的《刀劍監察院》 今天《刀劍監察院》會和大家講一連串的熱門少年漫畫作品 無數的經典作品都會在今天的店舖 而今天繼續有我們和大家主持這個《刀劍監察院》 我是大王 我是阿軒 大家好 南瓜 當然這個《刀劍監察院》又怎可以沒有我們為超人氣嘉賓主持 大家好 我是高天壯 今天不說集團名嗎 因為剛剛在這個廉政鋒運出演了一個角色 所以想銷售一下那邊 那就好像叫高正人 但又是… 是律師來的 幫我死了 我不想知道怎麼寫劇本 你…是編劇那個是醜雞 劇本來的 劇本來都是叫人家什麼 不用來看的 一個律師死可以有很多死法 你看律師怎麼死也是很精彩的 死之前也有東西看的 那你甚至少看這部電影嗎 不要啦 最恐怖的 哈哈哈哈 即是你留意一下劍士怎麼死也是很重要的 那也是 但今天為什麼要說一連串的這個經典的少年漫畫作品呢 因為今天的SAO裡面都找到很多向前輩致敬的位置 即是一個非常之尊敬前輩的組作品 是嗎 周哥 沒錯 因為SAO終於進入了這個UW片裡面 很為人津津樂道的… 那些人說是劇情白熱花 十二公之柳木柳亞夠出編 十二公之柳木柳亞夠出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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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個律師自己好啊 是啊 去十二公夠路奇亞 是啊 這樣的 那麼 接我們上一集講到 他們在武器褲補充完那兩把刀 和換了兩件衣服之後 終於出了武器褲 那一出個武器褲就被人拿箭射了 那射他們的當然就是這個人馬座射尖 那當然就是人馬座的聖鬥士 紅蓮之聖鬥士 人家叫紅蓮騎士啊 我忘了人馬座叫什麼名字 艾奧羅斯 艾奧羅斯 艾奧羅斯就出來了 喂 不是我沒有艾奧羅斯 艾奧羅斯就面對著 我剛才說這個不是艾奧羅斯 但是我待會兒才說他 我哥他是誰 我覺得他是艾奧羅斯 艾奧羅斯 待會兒我告訴你 為什麼他是艾奧羅斯 待會兒我告訴你 為什麼他不是艾奧羅斯 先說什麼事 艾奧羅斯面對著 阿星齒和阿兵河 所以他們是揶著我 和同狗 就跟他們說一對廢話 射了兩支箭 同仁就說 我覺得 他的箭 應該不可以練法 所以我想到一個好的戰略 一會兒 他那時候是剛剛好紅蓮騎士 開晚解 不是開齒解 是 齒還是晚也不要緊 因為沒有機會再出場 隨便 那誰出一本Bleach 都是只出齒解 藍艷也是這樣 總之他就射箭 然後同仁就說 我想到一個很好的戰術 一會兒 我衝前 你看到後面 我擋住第一支 你就撲在他身邊 他不可以連射 你馬上打他 你不可以連射 你馬上打他 你不可以連射 你不可以連射 聽你的話 我在想 如果他可以連射 Youtube 不是混蛋 硬射 衝過去 硬射 這個又致敬另一套動漫作品 就是高達0083 令他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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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攻擊 是衝過去 不是 我意思是別人那邊令他射擊 你站在前面 我可以射箭 我可以連射 我那一箭隊 勾住你的心臟射 就行 如果是司馬自己衝過去 被過殺的話 就好像沒什麼的張力 嗯 這部搞笑劇 這部搞笑劇情都可以 是 Youtube 就信了他過去 是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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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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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騎士之後 不來垃圾 打完之後 窮狗在旁邊說 哇 剛才我多怕他會連射 Youtube 應該要不要臭 不是 他都說我相信你的 你先讓Youtube 要臭他 還有 還有 童狗在出這個System Call 擋他的戰 我覺得很 跟上一集 照鏡一樣 這麼有趣 真的 他照四塊兵 不知多少 三塊還是四塊兵 我想說 如果你照小一塊 你會摸街了 那他計算精準 他第一次見 我擋你一戰 我知道你的樣子 同一招對聖鬥士 是不會再有效的 這個聖鬥士聲次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邏輯嗎 但是他用矢解 你還沒見過矢解 還有 他是發揮他的小宇 就頂著 那幾塊兵 就是這個 怎樣 其實 大物理化 有什麼事情 Youtube會頂的 神經病 我真的覺得 你寧願說 你好像GGO 你有反應 你避免了他就算了 然後 然後 那不是怎麼展示F91的轉劍方式去擋招 哇 而且其實你都 你看到跟別人擺明是看不起他 我子彈都避到 我避不到你擺明是西戰 你都是傻的 哈哈哈哈 那你就避吧 你不要在這裡轉轉劍 我要擋轉 而且 我真的怕他可以連發 或者走到他 突然變成散彈槍 火箭跑 那當然是叫狗去探路 哈哈 狗追誰 你只有兩個人 一隻你自己想 哈哈 嘿 你只有那隻狗 對啦 而且也很難得 這一幕之後 就出現了大王很喜歡的一段劇情 經典的港產片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不是阿奧羅斯 他是國產007裡面的司令 他不是在馬桶看到他的嗎 不是不是 最後他是金槍的人 穿回那套龜甲出來的 因為Eugio和童狗就 戰術成功 那照做就 刀了熊年騎士兩套 Eugio有沒有像解 都沒有記得 不要緊 他那裡沒有的 OKOK 刀了熊年騎士兩套 那熊年騎士 跪下了 身仇重傷 又穿著一套甲 又好像是私人那樣 心口被人刀了東西 然後 私人你記不記得 在國產007裡面 他被阿七斬完的東西 去問阿七堅 你這幫什麼刀 豬肉刀 尊斬畜生 而熊年騎士就是問 你用什麼劍技 是什麼劉派 什麼叫你老母的劉 為什麼你真的跟私人一樣 他又跪著在那裡 又是被人刀了東西 你問你是什麼 在那個時刻 我都說他是國產年輕的私人 我也同意大鴻是私人的 但是到他跟Eugio在那裡聊天 你知道打完就要聊天 就好像一戶 一戶跟戀次打完都聊了兩話 他就跟聊天 然後 Yugio就知道 原來當年 就是這傢伙帶走那個小妹 帶走那個小妹 還不是人馬座 人馬座最喜歡把那些小妹走 人馬座是救走那個小妹 我不是帶走那個小妹 有不同的 帶走那小妹 自己是羅里熊 你不要再摧毀阿羅斯 你不要再摧毀阿羅斯 星星神的EX 全兩部沒有買我 我只買他 你不要再說 我想回到前小 我們剛才好像沒有很詳細地說 童九怎麼擋他的戰 F91 他就是戰劍 他那時候畫面帶給我們的戲劇張力 我覺得是非常令人震撼 我覺得是 F91 你覺得是一個機械人可以做到 非常靜怒的一件事 但是童九用著他的意念 就可以令到他的劍在轉 還有F91那招 擋大東西是擋不到的 他現在是擋大轉 他擋別人 你當盾用一用 只用來擋不到 其實這個是來自於經典的魔術 魔術斯大衛高魄飛 就是大衛高魄 把劍擋在自己的前面 手掌心就懸空 那劍就會受到磁石的引力 影響到自己的動作 大衛同拍飛真的很厲害 大衛同拍 其實也就是王子華在鬼片中 表演過的阿柏奇直升鬼 哈哈哈哈 我想說他又要繞 說這個技已經是SAO有的 你就不要繞繞了 SAO有這樣的技 他一早用了出來 可能真的有 那些人說A1的時候 不懂得做頭兩季 所以劍技沒有了 只有星爆氣流斬 第三季終於掌握到怎麼做 將劍技用出來 就從來沒用到星爆 那真的很好笑 你看看之後 打了幾個聖鬥士 真的好笑到 當然 Yuzio知道了 就是你這傢伙抓走了阿典 然後就打算打倒他 那同仁在這個時間就阻止他 那我已經忘了同仁說了什麼 總之就是 他已經覺悟了 他都不是他想的 他只是被人洗腦 就是並不是真正的距離 然後 還要幫我叔叔療傷 有幫我叔叔嗎 好像沒有 噢 他說如果你一間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追上我們幫忙一起打 可以 我問你一個問題 一個金槍人 被一把豬肉刀剃了兩東西 跪在那裡 然後你跟這個司令說 司令 一會兒你沒事 你好一點 上來幫拖 然後我走 那大家覺得司令最後會出現幫拖 就死去那裡 上去打救他 我怎樣 我給他一個原動力 為什麼我要上去 我不是上去幫忙 我而是回血 我而是上去打散那兩條混蛋 他跟司令有點不同 司令被阿七剃開之後噴血 死的 你見不見 Yuzo做了什麼 幫他凍傷口 幫他敷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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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妖妖藥上膠布 我被人拖架這麼大 幫我敷了冰 為什麼我這麼強調 要說他沒有幫阿叔療傷 因為待會你就明白他有多危險 他們打完這個人馬 就向著另一個公進法 走到一半就肚餓了 我聲鼠就突然在我胸口拿了兩隻肉包出來 立即由三十六醫 就變成三十三師 分了一個肉包給冰河吃 冰河吃完 Eugio OK 總之 你真是以為是愛國的聖節條理 當聖節和冰河在吃這個肉包的時候 我想在這裡暫停一下 我們回到第一集 都見監察院的時候 就講過那份三文治 那三文治 Alice又說你快點吃 那一小時就沒有天命了 這兩個包放了這麼久 還要吃 放在胸口那時候是裝備 裝假狗是裝備 這樣說也可以 拖出來就變成成食物 那為什麼有四個 所以就是36E 變成33C 還有兩個 拖出來就變成32A 就是這樣 我現在只有一隊 裝四個 你墊高就像女人說的餃子一樣 就是外面有個bra 然後就再墊高推那個bra 你不拿下去就不知道是假的 我真的好像看另一套作品一樣 每集都忘記自己之前的設定 我以為我看飛虎出征的平波人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假波紅狗 我們吃吃吃包的時候 雙子座的聖斗士就出現了 那就是兩個軒哥很喜歡的小諾莉 已經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應該不喜歡剃被我猜的 已經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那同仁一看到那兩個小諾莉 就轉著面了 小妹妹說不玩的 Yujiu你自己搞定她 這個可以再說 有陰糕她 Yujiu就在這裡了解 兩個小妹妹 是不是當失怒 很危險的 就是等叔叔帶你去駕金魚 說了一輪舊話之後 無端的Yujiu就被那個女兒 就在拖欖吉了一刀 就是喜劇之王 練習這個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的 痛的演繹方法 痛也有分好那種 當然是少演偉 當然是少演偉 童人就被人刺背 就說原來他們就是雙子座的承斗士 而幫他們就是演繹聖鬥士 還沒正式成為聖鬥士 所以他們就想著 因為教皇下了一個命令 就要帶這兩條口上五十層 就在那裡處死他們 其實不是下命令的 即是說終於安排了整合騎士 在五十層頂 不是 他說知道有些整合騎士 在五十層那裡 如果我這裏懶你 沒有人看到 就不肯定是我們兩個懶的 我要特意帶你們兩個傢伙上去五十層 讓人家見證著 跟著我才懶的 我覺得很奇怪 他是這樣說的 是啊 我覺得很奇怪 你拿著兩個人頭上去 我猜不肯定是會撿到的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世界 因為沒有天榮就會消失 是 正常拿不出人頭 你不要問我 為什麼我上次講的鐵鏈 斷了還可以在這裡 你不要問我 會逐節計 還有我們要說一點 我要套回雙子座 兩位小妹的過往事跡 就是指導師 故意弄出來互相自相殘殺 去使用復活的CMANA 剩下的兩個 阿GEN 谷光你這個混蛋有沒有網伺服器 弄完了這兩個 是AI弄了一堆AI 可以互相堆壞人 已經弄完了 你不是就研究了嗎 還未成功 還未成功 他們是對自己有的 我們是要親口對愛的 我發覺我上集說漏了一件事 上集阿龜婆和他在 跟書館聊天的時候 阿龜婆提醒 原來那些哥布林 是用跟人類一樣的遙光 嗯 這遊戲完了 那些項目完蛋了 是啊 在畫面上我們還未看到哥布林殺人 那我現在畫面上 我畫面上看到雙智座殺人 他說自己也殺了 其他人也殺人 也算殺人 我想到怎樣 他現在UW裡面 真的人就只有同舊一個 其他都不是人 我數據殺數據就不算 是啦 放同舊去制成不舉 他們一直都不落伺服器 那就沒有人在裡面 那就沒有殺過人 永續這個研究計劃 永遠問政府拿錢 對他的孫子都還可以問政府我 才能沒有同舊進去 沒錯啦 哇 他想殺人 不是殺童狗 童狗可以殺到嗎 殺不到的 有什麼所謂 永續啊 永續研究計劃 原來是這樣 我們誤會了他 軒哥你真是神奈之不敢 都被你解讀 你真是神奈之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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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人的定義 我能夠包給你吃 這個有個麵包 夠了不用 他對人的定義 實在是仔細到一個點 那這個研究計劃是怎麼做的 我想不想他怎樣 總之他陰勾了他們兩個之後 就拖他們上去 慢慢一層一層拖他們上去 我五十層 就蹲他樓下蹲中不了一層 蹲中不了一層 蹲到他就看到我們另一位 這個聖鬥士 這個獅子座的聖鬥士 然後扔出來就說 今次做不到我們 喂 那突然童狗起來就說 Hello 我已經解讀了 這樣 這一刻我又要說 又陰勾 Eugio多一次 是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原來 童狗第一眼已經看到 他們兩個小妹 就已經發覺事情不單純了 為什麼你會有這麼高級的裝備 一定就有警棍 我已經在你們砍我之前 念這個解讀咒 不是 高級不要緊 他說一眼就看到是哪一隻 哪一件物件 可以知道是哪一隻毒 喂 真的很老實 在這棟塔裡面 你兩個八婆這樣走出來 腰裡面還插著一把劍 我是你 我都念兩招咒 先啦 我這條路 學年把箭射咒 哈哈哈哈 走 還有我覺得 阿童狗 賤的地方就是 你走過Eugio 跟他說有懷疑有警棍 就可以了 我幫他答 他是為Eugio好的 和人振揍所有人 都是為所有人好的 因為Eugio反而太老實了 他被騙的時候 會露出破綻 當然Eugio就會有真正的生命危險 所以說Eugio不會有贊的生命危險嗎 所以說有 給一些假的生命危險 給一些假的生命危險 對 就先假裝 上去他會幫Eugio解讀 你不要問 如果那個小妹 決定在那個時刻 把Eugio拿到Eugio 只拿去一個信號是怎樣 你不要問我 我想說他們兩個一起解讀的話 他們不用爬到50層 已經可以搞定他們兩個小妹 是啦 我就是想問 在他有沒有欣揍Eugio 或者Eugio上之前 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打不贏他們兩個 你不要浪費力 你打也要搓一下招 也要燒Eugio 現在沒有用過Eugio 他最後上到去 因為上到去都用過很勇氣的方法 就像剛才說過馬仔 你兩條美女 我一眼就知道 你現在在用什麼東西讀 我拍定一支藥 你已經讀了我沒有效的 他沒有拍東西 他只是系統叫 都不用了 我連拍藥兩個字都真的可以用不住 我覺得其實他看穿的兩個小妹 用什麼毒是很合理的 正常我們打遊戲機 麻痺的毒都是只有一個 很少有兩個 即是你用Monhan來計算吧 通常只有一個麻痺的魔法 只要念那個防咒 應該是沒事的 那一刻我覺得 除了陰咬Eugio 之後也會再陰咬 但是這裡那一刻真的陰得很厲害 還有大家記得 那些同仁 是怎樣反制雙子撞的呢 他戒刀兩下 他拿了那把刀 戒刀兩下 讓那兩個人中了 自己的毒都要躺下 你用雙劍嗎 你是不是拿起了第二把劍 你是不是拿起了第二把武器 你是不是拿起了第二把武器 你真的一夜拿兩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放下這把劍 我看著 原來你可以拿別人的把劍 混蛋 拿雙劍啊 快點用雙劍吧 調你了好不好 其實呢 我用一些 整合騎士打我混蛋的時候 是不可以跟Eugio說 Eugio借劍先試試 一借完膩 聖爆油斬 這樣就可以 我拿去放劍 如果Eugio被人打的時候 那就沒什麼防身了 你叫他站在後面 不是 你出聖爆油斬 有什麼東西不會斬死 不是 我們轉了作品了 我現在轉了這個 Bleach crossover的聖鬥士星馳 聖鬥士星馳就是用一招的 Bleach就是用字解和慢解 用自己的東西 對 現在他用不到雙劍 一會你看到他有雙劍嗎 不是 我可以想到他沒有變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 喂 一秒打臉 男哥自己打到自己的臉 真的 沒想到你拿去 哈哈哈哈 還有 為什麼 其實同樣是為Eugio著想 在獅子座這裡 對 因為獅子座還有自己之外 還有四個手法 哈哈哈哈 我可以說回故事流程 他上去拿了一把劍 戒夠一個美女的美女 有一個美女中了一些麻痺毒 拿了之後 面前 出現了什麼人呢 出現了一個 一個整合騎士 加四條彈珊 阿歐尼亞 阿歐尼亞 我要賭證你 是那個雙子座 拉過兩個傢伙上來的時候 那幫傢伙竟然站在這裡 一直以來 等他們搞這些大龍蜂 一直站在這裡 都不能動 不要妨礙別人來做事 但是你的部門 他是匡奸 真的要走的嗎 你還沒走到這麼前 都不能出現這個活動 他們全部都不能動 還沒走出來 哈哈哈 Metal Gear 有些是視野範圍 哈哈 然後呢 過到去了 他們兩個走前幾步 然後那一個 叫Io 一會你明白什麼叫Io 加上那四件粉餅 四船劍 那是光頭昇 黑仔達 那些 然後就開始迎擊同仁 你剛才說的都有名 這四船劍連你的名字都沒有 有 有 哈哈 一個叫四個叫船一個劍 不是 真的有說他們的名字出來 即是跟魔術師八一樣 都是有名的 不過你沒有人記得 為什麼 我真的連維基斯坦都不記得 我跟MH1以前還記得 即是等於我當年說Bluge一月 我是真的不記得那些名字的 中間有片 他們的敵人的名字 完全不記得 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那為什麼叫他做IoAI呢 因為這位騎士的武器 的矢解還是慢解呢 矢解 矢解就是這個 等微子光速拳 他就說他的武器 就有很多鏡子集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把劍 就可以反射這個太陽的陽光 就簡單來說 就是Laser炮 還有很慢 很慢的Laser炮 是慢 但是 有些光速閃來閃去 如果聽眾們現在 你的眼睛沒有看畫面 你是不明白 怎麼會知道Laser閃一下閃一下 我簡單形容 就是IoAI一朝等離子光速拳 可以的了 你要看星刺 你知道畫面 一眼七樣的畫面 是畫得沒那麼好 A1也是畫得比星刺 多年 畫得比光人東應 就是這樣 一九樣 反而至光速拳 說一下設定 跟九把劍 就是波茲蓮大樹 Yugeo把劍仔的冰之長 冰倫圓 冰倫圓 我想問 這樣 這麼多把鏡 合在一起 都可以做把劍的嗎 搞都可以的嗎 我想去那個世界 應該拿一堆鏡 搞什麼在一起 都可以做把劍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要搞那麼多 System Call就可以了 對不起各位 我錯了 唉 剛剛馬上開麥克風的時候 看回第十五集 同仁不是搶了別人一把匕首 去戒那兩個美女 她是搶了兩個美女 兩把匕首戒那兩個美女 聖爆氣流斬 那個黑色劍時 拔槍第二把劍的時候 所有人都得到 所以那個女妹就躺在那裡了 她的腰還有她自己把黑色劍的 無路啊 槍落啊 三把劍啊 真是我錯 還有三把啊 不是兩把 開我槍落啊 她有沒有用口咬劍啊 那又沒有 哎呀 那C之助呢 出來就說 你們這幫混蛋 其實我好像叫她來啊 因為我真的不記得她 她叫什麼名字 我想一下 總之就是Number 2 Number 2 好像副團長 不是 副團長應該是誰 副團長應該是Alice 沒有那麼高級那個 是Alice嗎 Alice好像是 Alice手到80層啊 不要緊 總之都是2打6 總之 試試彈吧 這位騎士就叫 四船劍的彈性就說 竟敢闖到你這裡 主人 你不用打 我跟他們打 然後騎士就說 不用 我要堂堂正正地跟他們打 四船劍有出了一招 跟他們隔了一下 然後跟他們打開了他們 其實打之前 跟Yujiu說話 你就先念這個咒語 很快就解讀了 解讀了 就記得解放你的武器 就是增強他的能力 就不要黯黯黯衝上去 我給你色奴 你就陰黯黯奸 就是不打算堂堂正正地打 哪有哪會啊 SAO AAO GGO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我先跟正大家 我查了VK 這個八婆真的是副團長 副騎士長 我記得那時候 龜鵬不是說 如果Mak世界打過來 肯定是混蛋的 這個是副團長 怎會不混蛋 這個世界 Mak世界打過來 副團長也很厲害 你耍炮 副團長是厲害的 你想想 這麼多集 同手有沒有受傷 就是唐太好打 同手有沒有受重傷 除了被哥布林搞的事情之外 喂 他現在難解 哥布林都不如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布林斯尼亞 哈哈 Where are you 哈哈 哈哈 很隱藏 他現在不可以用這個 江川劍 好像是江川劍 江川劍射到他的腳趾尾 那之後不止是腳趾尾 他指解射到腳趾尾 可不可以再拆開話題一點 剛才你不是說他也叫他傷過同仁嗎 就是紅蓮騎士是連這個歌布人姆不如嗎 那很明顯 紅蓮騎士 傷不了同仁 很明顯 還有呢 我其實反而懷疑 這個世界的人到底是否由桌角組成 桌角或者長角那些 專門撞腳趾那些 搖交戰腳趾 打格遊戲那樣勾腳是最厲害的 是最痛的嘛 很難陰秀 整天都打人腳趾 那同仁在戰鬥時候也都不忘發揮他最大的長處 人家斬到他的頭盔下來之後 那個副團長就非常之軟 就說 你這些混蛋男人竟然看了他的臉 女的性鬥時人 不要讓人家看到我的樣子 哈哈哈哈 整齊計了這個設定的嘛 哈哈哈哈 是有的嘛 你老美只差了一塊樣子 是一樣的 不是 還沒說完 我還沒說完 因為剛才他們跟四旋監 每人夾了一件 然後四旋監打算在世的時候 司智就說 停手 等我跟他打 那你帶些男人來做什麼呢 不知道應該不敢打 就是幫我立喊座位 把今天的時跡宣揚開去 沒錯 那我用雪喉講鼓吧 如果你那四旋監線 第一個有看過鼓仔仔 我就跟師智說 喂 現在是西無猴仔 現在是圍偶 但他不是鼓仔仔 那你就是西無猴仔 那你就是西無猴仔 那你就是劇師 圍偶 啊 隻臭 就是有四旋監線是黃秋生 大飛哥 西無猴仔是隻臭 還有OK 我給你 覺得你要跟同人 就是隻臭 你那四個人都 不如過去搞一下UGEO 起碼先圍住他 全部站在那裡看電影 過去踩狗他也好 不是 不是 鎖住他也好 就是幫主公主幫他滅火也好 就是完全不知道在那裡做什麼 剛才就是我去到南宮的劇情 他在戰鬥途中 我跟人家打掉他的頭盔 打掉他的面具 你竟然看到女性性鬥士的面貌 西勒山 所以不行了 我要慢解 那慢解之後呢 這個概念 所以為什麼我說整個騎士的概念 是來自於骨牆 他變成一個什麼 夜總會的那些球 吊著那一盞燈 Disco球 對 有一個圓形的球 吊在天花上 就會不斷地射一些雷射過來 你說這個概念 我想起一件事 你記不記得 是不是好像新駐龍虎門 還是舊駐龍虎門 那個天難 那個天難 就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夜總會的那個球 是啊 那個副騎士長就覺得自己被人侮辱 就要同歸於盡 因為這一招連自己都射了 連四船劍都射了 我快起點射 我自己都害怕了 我真的覺得有一招 超編是會射回自己 真的很難得 但是童狗也都 但是炸龍虎也廢了手 多年飛影 童狗跟大家說 他在戰鬥方面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都是全個故事第一 System Call 那鏡子出來 我丟你老闆 那鏡子彈回來了 因為他對付不了那個球 因為那個球打到混蛋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的時候 獅子在流跟他說 我這把劍是由鏡組成的 我們就是反映這個日光 把所有的光集中為一點 就射到你那裡 那你就是混蛋了 是不是混蛋了 說了一個絕招給你聽 你現在就要死了 那同一路快點在地上 在想 光啊 那我用鏡子反射你就可以了 所以就System Call 那鏡子出來 然後就真的反射倒了 神經病 真的 如果他叫人倒出來的話 那為什麼Disco球的時候 他不能再叫鏡子呢 360度難搞一點 你叫四塊鏡就是這樣 你叫圓形的鏡子 夾著自己 上面一塊 圓形的鏡子 就五面 一二三四五 盒子蓋著自己 他講英文慢 System Call I leave 5 Mewr 可能語法不是這樣 你看之後的語法都不是跟正常 System Call Mewr 5 但是其實我看那幕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擔心 因為鏡頭一直沒有交代 到底是剛才那個 狗死四船劍 不 四船劍也不要緊 四船劍會有交代 他沒有交代過UGEO UGEO可能 一會兒像Inhuman的那個女人 那樣 不是 他要射中四船劍才像Inhuman 是不是 射自己有的 如果銅狗走去射開一些東西 然後UGEO中的 就像Inhuman 像Inhuman 像Inhuman 還有 越榮的東西 而且因為四船劍是有自保的能力 UGEO是躺在地上 UGEO真的是情態 UGEO UGEO又被人陰 那時候四船劍就說 糟糕了 他又要洗出那招了 快點找地方避 UGEO在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說了第三次被人陰 這個又不算被人陰 同仁也不知道原來他會搞夜總會 這個時候 UGEO又出來 然後又出來 第一次洗出他的痴解 兵論員 整個地方 被他的長尾劍 冰封住了 包括四船劍 四船劍 就被他封住了 反正四船劍沒有工作 看電影 在那裡 浮雪糟了 急凍四船劍 那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副劍士長 就 握著把劍 還沒封封 都不想出大招 那在這個時候 UGEO大喊 即是他的痴解已經發到最厲害 但是這個時候 童狗出來就說 好 你出完你的痴解 我也出了我的痴解 其實那個是痴解 痴解 那應該是不是一期的 月牙天聰呢 算不算是 射一些黑色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比較像黑龍波 其實 黑龍波 月牙天聰 左抄右抄 黑色一批東西飛了過去 一看到女兒就射了 那副劍士長 就被月牙天聰一下 就穿到上天花板 但是那一幕很好笑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 師爐對 大家鬥龜波氣功 師爐鬥輸了 他被龜波向後退 然後消滅了 副團長中了龜波氣功之後 是向上彈的 如果你被地鐵 迎面撞過來 是向上彈的 應該死了很多人 哈哈哈哈 有些死忠答了你的 遊戲的 和現實的 完全不同的 當然也行 當然也行 都不是這樣想 是脫骨的 是啊 這個刺戒打完之後 就發覺 哇 夫騎士長重傷 嗯 那作為摘心人口的同狗 就發覺不行 一定要救人 我們回大 他回人馬座聖鬥士 為什麼我剛才這麼強調 他說他算是沒有人幫人療傷 因為他是兒子 因為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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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 不用獅子座 才去回雙子座 他兩個睡在地上 還要說你們兩個還有得救 打人之魚不亡 追女兒啊 屌你老闆 對雙子座呢 你們兩個在這裡 慢慢休息一下 對啊 是獅子座女來的 我不會被他死的 你不是喔 你不可以死在這裡 他也是靈魂來的 你那種有東西自己過去 你不可以死在這裡 救他 還要用到龜婆給他的招 那把匕首 用來殺手拣 我想問一個問題 那洪連騎士沒有過去的 洪連騎士 帶走了亞典 這個是對他的懲罰 對不起 帶走了愛麗絲 對不起 我投入 那現在獅子座名是射狗你 不是 他帶走了亞典娜 令到整件事發生 這個是要對他的 這個是要對他的 你是不是要怪救人 你們惡 都要懲罰一下 那你現在前面這個 就是壽命行屎 打糕你們 不是 所以我照打你 我不救你 就是小情大戒 就是沒有殺你的 那這些 有得你失血做多次死 那你會不會失血過多 我看你自己造化 對 對 對 你像槍王的戲一樣 張國人射狗完 然後有個頸子 掩著這裡 你掩著可以長一點 不知道 對 那有什麼分別 因為你是兒子 你是大叔 不夠醫治你 藥都在發生事 拿出來 小紅包都在發生事 是 那 你老美 我看過那個 你老美 很危險 然後他們說了一輪交話 幫人療傷之後 他們都繼續出發 不是 這裏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用了那把勾劍 去救那條女子 芝士腸 對 就是救那條劍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龜婆就在那裡 吵救她 你為什麼在那裡用了那把劍 你又要救你 你老婆我幫你救 對 救都不是一個問題 救完之後 給她兩支鮮豆 有回復藥 即是要回爆 糟糕 吵你龜婆 你真的有鮮豆 你不停拿出來 給她拍 你不停拿出來 你神隱祖 給她去代花十明二支 你身屍水 可不行 她去屈水屈死她 就行了 阿龜婆 你有工具拿出來 才行不行 但是呢 跟著她們 回血繼續向前走 在她們走的時候 我想起一個問題 兩個小妹 幫她解毒 叫她們休息一會 就沒事了 那麼 獅子要她救回 四船劍呢 還在冰封 哈哈 冰封盒 那些 哈哈 感冒了 真的感冒了 混蛋 很冷凍 混蛋 我幫你放冷凍了出來 哈哈哈哈 你之後是沒有再拍四船劍的 哦 跟大家說 四船劍會不會回復的 哈哈 沒有所謂 我記得是死不去的 死不去的 我記得是 那跟著 然後她們就 繼續向前走 那去到 五十層 她們五十層 一向前走 進了房間 進了房間 然後她們就看著 咦 有東西在下來了 那她們就形神戒備 那有隻UFO就跌了下來 那女兒就站在中間 叮 兩位你好 你們想去多少個房子 然後她們看著 去不去到一百層 去不去不到 最多去到八十層 哦 那去到八十層 OK 然後就上八十層 你有沒有想到 為什麼會有電梯嗎 在裡面 Sogo 電梯小姐幫你按摩 好理好服務 還有人幫你按摩 你有沒有 他還說做了一百多年 107年 魔力不是很厲害到PK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這裡按摩 可以放午餐 還有晚上也可以回家睡覺 夜晚也可以休息 可能不可以回家 不可以離開那裏 但是就按摩 107年 每天操控著那隻 按摩 升升降降 哇 她的魔力值真的高到很遠 算 所以可能她下去又可以打死 紅人騎士 誰神經病 誰神經病 她就是大祭司 是嗎 哈哈 她應該可以照顧 穩石下來地球那些 其實 那 我覺得 這座塔的防衛系統的機制 真的很一流 喏 你弄了武器庫 在地下那一層 等人們補充完裝備 然後就開始攻上去 那攻幾層之後 就可以搭升降機了 不用了 你攻幾層之後 有人帶你上五十層 中間還是沒有內容的 哈哈 你三十幾層到五十層 中間是沒有東西的 你幸好遇到那兩個導遊 就直接帶你上五十層的 她這些就是Consistent 你記不記得 SAO 她有沒有描述過中間有什麼 也沒有 但是 你再探 這些叫Consistent嗎 受不了 其實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 他們在剛剛途獄出來 遇到那個整合騎士 是32 Aless是31 那是最新的整合騎士 就是32 100層 只有32 整合騎士 其實每三層才有一個整合騎士 我現在走到差不多五十層 都只有四個 人手不夠 有兩個還要在見習 還要做一部電梯送你上八十層 你知道中間那些是多麼沒用 上到八十層 他們就終於見到這個Aless 一上到八十層就發現一個空中花園 好像現在的樓盤一樣 有一個空中花園 即是有獨國獸 怕人怕人怕人都不出奇 有個鬼婆和有獨國獸 通常都是 有鬼婆和有獨國獸 對啦 不緊要 現在沒有獨國獸 有棵樹 對啦 Aless就坐在棵樹 然後就欣賞了這個鳥宇花 在感受大自然的恩賊 還說你們兩個人 靜一點點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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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由於 始終都是要打 即是要 說服Aless 那同仁就說 咦 我又想到這個計劃了 一會兒 我衝過去 跟他打 制服他 你呢 就用龜婆的劍 就刺勾他 那就是阿里吉弟 即是我按勾著他 你就插勾他 對啦 其實在那個時刻 我發覺 跟別人每次的計劃 都是你過去打 跟著他在背後 陰咬人而已 你不跟他說老規矩 就行了 哈哈哈哈 講多把 又哪次的計劃 不是啊 講老規矩 就馬上不隱形 你打光暴流也是這樣 你剛剛投入出來 打光暴流不同的 光暴流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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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拿火把的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是用自己做你的 不是 他講得很好聽 其實他每次都說 要做你的 但是他每次都說得很好聽的 因為每次都說得很好聽的 因為每次知道 要被人打回頭 又去過救人 是啊 是啊 打暖刺的時候 Yujiu也是 又是他擋著 暖刺Yujiu在後面 襲擊的 混蛋 你說暖刺我馬上知道誰 哈哈哈哈 因為他真的有條蛇在 是啊 分房蛇被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打人馬在外 是這樣 嗯 是啊 就是每一次他都是這樣 而已 然後也是用這招 但是他跟Alice打呢 那一段 純粹是套租他的打鬥畫得很差 嘩 那一集真的崩得很厲害 真的 有些人畫很漂亮的畫得 有些粉絲畫 千本英景嫌怎麼會不漂亮啊 不漂亮 不漂亮啊大哥 千本英景嫌很漂亮 Alice那招 那招放蜜蜂 那招蜂蜂蜂蜂 金木犀 他說那棵樹是Admin第一次設設村莊裡的第一棵樹 簡直是這座塔 這座塔本身的位置有棵樹 還要說那棵樹是 不知無眼簽名還是什麼 我不要記得 他說弄了一把劍出來 就很厲害 這個Yujiro和同狗大驚 就說 那把劍原來一直都在指解 嗯 那就出了千本英景嫌 是 那出千本英呢 他們就被人打得很糟糕了 那這個時候呢 同狗心想 就 如果你出千本英的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打 接著就 跟Alice說 我要跟你單挑 我要跟你挑戰 接著Alice呢 就收了兩把千本英 老師我就 變了一把劍出來跟他打 老師我有疑問 是 出不出千本英和隻抽 還是圍偶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為什麼不要用千本英去隻抽 白災也是用千本英去打一戶 是一戶的 那Alice是這樣想的 你 白災用千本英打一戶 算不算圍偶 沒有啊 你不要說我 你不要說你這麼多塊花瓣 這樣就叫圍偶 你不會這樣說的 為什麼要收了一把劍 我不明白 童狗又知道他真的 堂堂正地跟他打 當童狗想著 哇 糟糕這次 不是當童狗想著 糟糕這次 打一把東西 不要理了 我跟他隻抽 那等他不要理了 Eugio 那就是傻虛 插一把劍外劍招 哎 有賺 怎麼猜到我隻抽 那條珠西會 真的收了千本英 這麼笨 那條女 可能他也這樣想 我對這集呢 我對於這個戰鬥畫面 都不算是非常不滿 我最不滿的是同人的 童狗 他罵了Alice的 臭 打了很久 打了很久 之後同人就 拼開了那把劍 就捉著Alice 就打算叫Eugio 就打他 但因為他們之前 有拼過一下劍 也是刺解對刺解的 打爆了一把牆 就跌了出去 那這個是後話來的 我看著原來你的童狗 最後就是拼走一把劍 然後捉著他 你不如扭他打拳頭架 哈哈哈哈 拼什麼劍呢 夠膽扔下劍 打拳頭架 好像大紅藥狗 竟敢打拳一樣 喂 那他作為一個 他作為一個騎士 他不是作為拳手 那有一個騎士的尊嚴 是不會用拳頭隻抽的 為什麼要立劍砍 即是你和一個劍道部的人 一隻抽 你撩他 他也拿一把劍出來和你打 不是 他不會丟掉這把劍 和你打拳頭架的 這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同人的宣伴是什麼 你收起千本益 劍劍劍的 當然 你一下子叫人 收起千本益 跟你加劍 要求太過分了 你跟他說 我們一起不要用劍 打拳頭架 阿里斯跟他說 你都是惡人狗 我是劍士 用劍 好 那加劍 哦 即是哄狗他 開一個過分點的戲碼 開放過分理由 才再給他一個offer 等他還價 我才讓人還價 我明白 對 這個是談判術 這樣才出同人的智慧 最初殺你三千元價 之後殺你一千元 好啦便宜一千元也照買 這樣才是講價的技術 你猜不到他這樣珠希 馬上收回劍 不過他們不是做生意算 你猜王集團做得那麼大 真的做政黨生意嗎 我想套租一下Youtube 在這一集裡面的動作是非常搞笑的 無論是跑 為什麼是美好世界那隻 肢體扭動來的 他跑得很滑滑滑滑 不知道是不是草地太滑 還要使出他的尺解 要冰住 同狗和Alice的畫面 都是非常突然的 還有 你冰 麻煩整件東西冰 又出千本音 解了冰 然後看著Youtube一面 傻樣 說你們兩個都是混蛋 真是literally混蛋 混蛋 所以 陰救我 你知道我是誰 同狗去出尺解 就說瞄著他的劍來出尺解 誰知道就撞到牆壁 打爆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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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兩個人一起飛出去 到底老母在做什麼 我那一刻才知道 原來他們已經去外太空 這個是打爆我太空的船之後 被外太空真凶狀態吸出來的表達 不是呀 我原本以為是被人抓到有異空間那些東西 是啊 我猜不到 原來真的打爆牆壁 真的就這樣掉下去 我以為是被人抓到有空間 以為教皇不知道搞什麼 原來真的爆牆壁 然後 因為這個無限回復的關係 牆壁就自己收復 Youtube也不夠時間 就撲出去 結果 Alice和同狗就在牆壁上 扮演兩套動畫 那就是一個向山出發 我要高飛 我以為是致敬這個謝天華 是啊 他是致敬謝天華 謝天華那台我忘記了 謝天華不要忘記了 學習不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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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是下一集 就是同狗和Alice 開始扮演地鐵扶手 拿著劍演了一集 因為他們沒有跌下去 在千鈞一發之際 就把劍插在牆壁上 另一隻左手捉著Alice 讓他不要跌下去 他們倆就商議了 現在這樣跌下去 就一起死了 不如我們合力 脫離險頸 暫時休戰 Alice 由於這個所謂的吊橋效應 吊橋效應 大家明白了 過一條吊橋的時候 拖一條女兒 過一條吊橋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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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嘀嘀嘀嘀嘀嘀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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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你突然拖著她的手 她就以為對著你心跳 就會答應 你現在直接下面的橋也沒有 直接這個是奔豬針效應 即是有什麼情況 比這個情況更加好呢 對啦 跟人拖著她的手 Alice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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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嘀嘀嘀嘀嘀嘀 好吧好吧 聽你話吧 大家 都要引回軒哥 那時候馬上吐了一句 既然奉牆可以無限修復和自動回血 你老母 你倆為何可以在這排那麼久呢 那你把劍還插在裡面的時候 可能她回不了 那你要插下去那一刻 她已經會回復了 那她回復 她未必會迫你出來的 她有迫出來的 她勾了一整晚 她沒有迫她出來 其實她是把劍那天太重 然後開始插得不暈 但是我看了十分鐘 我不覺得他們有任務 我不覺得座塔有收復過 而且他們沒有表現過很重的 沒有表現過很重就是A1的問題 是啊 沒有表現過很重就是A1的問題 他們兩個真的好像坐地鐵這樣扶著 說話完全感覺不到 她的肌肉現在是很強 因為他們兩個很輕 有想過可能A1會跟你說 我看書完的小說那陣子 都沒有感覺到很重 Alice的愛好就是 新興園面斜家宴 你怎麼知道 就跟Alice和斜家宴一起說 不然她總是戴著這東西護住 就是摘了髮袋 摘了髮袋 就是這樣 就是她好像黏土人 摘了出來 就揭開我的髮袋 在裡面 沒有你自己畫下去 她真的怎樣 佛祖 眾觀全集 她們不停地爬上去 我完全感覺不到任何一個重量感 任何一個動作都是錯的 就是反地心肌 完全是反地心肌 不是啊 她其中有一幕之後 她也跟你說 她其實真的不重 但不重 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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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沒有重量的 就是 用回周星馳的電影說話 都不是這樣 你剛才說 你感覺不到重量感 這件事我都說 最重要是 這麼多集 又打五個黃金勝鬥士 又千半英景嫌 又等 又跌落街 但是 你感受不到重量感 我看過那集 都感受不到緊張感 這件事就麻煩了 其實這個很難做到的 很難做到的 這個是真的要宣傳才能出的 你想想 兩個主角 打塔都不緊張 在八十幾樓跌落去 你看成龍 她說她在八十幾樓跌落去 你都會有些少緊張 像之前 The Rock那張海報 飛過座樓 你在海報有少許緊張 那些人說的 但海報有緊張的感覺給你的 能夠可以在一個 隨時跌落去 八十幾樓跌落去 在粉身上關的場景下 而完全是 平靜我愛回 現在 不是這麼容易寫到的 這劇本 沒有什麼寫到的 第一 沒有封 完全沒有封 第二 剛才大王也提了一件事 你連千本英景嫌也認識 你打敗場就回去 屌你老闆 她把劍龍插在牆上 童狗插著而已 童狗可以單手抓住她 童狗也單手抓到她 自己另一個人上來了 我想這集 如果說這集是一隻遊戲 有些人經常 那些朋友經常說 是遊戲 你說不合理的東西 因為是遊戲 首先不要說 如果是遊戲的東西 就不合理才行 第二就是 如果這集是遊戲 我用回你的朋友說的 這集遊戲的物理引擎 就是垃圾 是垃圾 是垃圾 而睡了不如 雖然那些物理 可以是雖然的 我用回你同一個作者寫的東西 ALO那時候說 上世界樹都不會這樣 她那時候不是說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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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即是沒有一齊東西叫爬上去那一段 那一段戲我覺得很好看的 即是你那一齊特別的 應該是人類的 可能是人類的 可能是人類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是人類的 我覺得不是同一個作者 可能是第二個人格寫的 真的人格寫的 因為春樹本身就是寫到她的角色成長 你想看她怎麼摸另一個飛行能力 到她爬上去那一段 她要慢慢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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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進入什麼白熱化劇情 進入最高潮位 打鬥即將到達成層次 層數真的高了 層數... 扭層嗎? 不是 問題是 他今集最主要用來描述是什麼 混淆女人嘛 就是剛才說的什麼吊橋效應 就是笨珠針效應 搞到Alice跟上一集完全是兩個樣子 上一集就是會打死這群混蛋 同堂正正用騎士道來解決 今集呢 搓一搓一搓一條鏈 整個人好像害怕得像小女孩一樣 他畫得好像被人撩 我覺得搓一條鏈也很過癮 就是他跟Alice在說 我們現在合作 我們一起爬上去 Alice跟他在九十多層那裡 總之有一個空中花園 那裡就可以爬到進去 我們合作爬 但是一腳跌下去就糟糕了 所以我們最好有條繩 不如我們自己互相綁住 一跌就兩個跌下去 不是 他的意思大致上是一個跌 還有一個拔著都不會一起 或者拔另一個下去 我的解讀就是 在這個情況下 Alice就把他右邊的護腕 變成一條鐵鏈 然後就怎樣把他們兩個綁在一起 你讓我的同狗一定問 喂 不夠鐵鏈 我爬那些橋出來 之後他就沒有衣服 這是一個狗拳 這個是後面發現的東西 不是 我在那個位置我看著 我在那個位置我是很不明白的 為什麼你要拿一條鐵鏈變出來 明明用System Core 可以什麼都爬出來的 他看著同狗也是這樣爬的 你的鏡頭也不是拿什麼變出來的 你不要騙我才可以的 解不了 阿朱光我解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唯一解釋就是 Alice不懂她玩這些System Core 那你變一條繩出來就行了 你變一條繩 為什麼一條Alice變一條鏈出來呢 而Alice變一條繩出來 就是變一條鐵鏈鎖住那兩個之後 下一個時刻 同樣就變一支針出來 我變針就可以 變一條繩就不行了 你幫我弄 反明昆糕去脫衣服 同樣就變了一支針出來 就用一支針 就逐一逐一插上去慢慢高 那用這個單降的形式 把自己拼上去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我要高飛了 開心還體操 是啊 他腳踩到點裡 踩到桿那裡 踩到也算了 平衡到也算了 如你平地 他在上面做的動作 我真的違反我這麼多年看這個運動漫畫的知識 真的 他才違反我人類的知識 才是漫畫 你違反我再人類的知識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一條大概直徑不超過10cm的鐵柱上面 跟人站在上面 打橫站在上面 然後在下面整個air上來 到底跟人的重心要怎麼擺呢 我就在想 會不會有Fanboy就打我會說 遊戲嘛 遊戲嘛 你遊戲就有一個位置做Stand Point Stand了在那裡 那你就站在上面做什麼都可以嘛 打落黑人也是這樣 落黑人可以彈牆 他有一個彈牆上去一旁 你這麼說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 那些東西不肯合理就說 因為遊戲嘛 這個不肯是你的 如果是防衛盾來的 不肯是 這個才反映你的智力有多低下 Fanboy們 其實我真的看著 反正Alice你也有一對護腕 你每邊變一對爪出來爬上去是不是快點啊 就是阿鐵面那樣 哈哈哈哈 你老婆走啊 是不是這樣爬上去是快點啊 還有腳腕 你被腳那邊那兩塊丟給同狗一起爬上去 而且既然跟別人也是聰明了 你把一塊平的板 當樓梯踏上去就算了 為什麼要做這麼危險的動作呢 而且我突然想起 要吊橋效應嘛 危險一點好 我們剛剛不是有這個電梯小姐嗎 嗯 她用魔法的嘛 是 你兩個系統招呼她用魔法飛上去就行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東西啊 她可能沒有了UFO之外的東西 將UFO先出來吧 叫Alice的規矩變了UFO就行了 將UFO 我還沒念得像嚇過咒語 UFO就掉落地了 那下節 你好像達哥打機的樣子 先去做東西 什麼事 你講的UFO 我馬上講的封就要跟著他 那算了 321JAM出來吧 還是321跟著才JAM 我不是說321JAM嗎 不是321跟著JAM嗎 有沒有搞錯 大象夫 大象夫 大象夫是現在 哈哈哈哈 他們在那爬上去吧 另一個我想說的 你說爬上去 是 因為他爬完之後 之後有一幕就說 童狗就覺得自己震不到出來 就是精力用光了 射光了 因為射太多次了 射光了白色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震不到那些 鐵 鐵 即是光的element 光的element 就是白色的 但是呢 既然你和狗 你是知道 你用JAM這些東西是會用完的 那為什麼下面那些針 你不能收拾回來用的呢 反正你也是JAM這些而已 為什麼你下面插完上去 然後下面那些你不理會 一來不停收拾 我講了 我拿回那些針 那就馬上爬上去 馬上爬上去 又怎麼可以 如果是可以馬上爬上去 那他就不用困在牆上去過夜 我現在就是特地困咬Alice 哎呀 屌然間我JAM不到了 哎呀 這個有條欄 不如我們先去休息一下 你要累了 我們先去休息一下 好像那些 好像戰男機哥那樣 經過這裡 不如先去坐一下 好嗎 那些呢 不是 同日 那就上去在那裡找Alice 回收下面的針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呢 我插錯了它跌了下去 不是要由頭爬過 我插錯它跌下去的時候 可能有些東西給我拔住 是不是 我永遠都只有兩條 那你留一兩支就行了 不不不 但是 你不用全部都留了 不不不 不不不合理的 那到你爬不到針的時候 不可以拔? 到爬不到針的時候 就是跟人真正的目的 我 那就是那是誰的目的? 我爬不到啦 你爬啦 拿個湖門爬起來 那就是它 你每次都沒有 拿你的規格掌 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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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鑽著的那些功不夠 拿布呢 張一下繩子就不行 是呀 你這條裙 再追上它 那就是野球拳 那都是那一句 都見野球拳 每次一尺就脫一件好不好 玩都挺好玩 難怪你說 整合騎士的東西 是用東莞來做的 原來連珍夜都用公館的那個 我不知道是東莞還是人中之龍夜總會的玩法去做 都是那些啦 說回我以前看一些爬山電影或者爬山漫畫 都很注重一件事就是三點的距離 連看《大丈夫》陳小春也有說 是啊 如果大家想爬 你要維持你三點都有一個支撐 如果他們真的可以慢慢爬上 我都沒有所謂 他們現在用什麼的方法爬上去呢 他們在那個平台上 就是他們看到一些敵人 一些黑暗領域那些怪獸 Million啊 我不知道大王會的版圖 我真的沒有模仿他們 他們那個真是狠狠狀 但是很痛啊 他說狠狠而已 沒有說不舒服 然後童狗就用了一招 那招是不是叫聲雲鎖鏈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阿信也做不到 想想他們兩個還站在那兩條鐵柱 兩支針上面 然後呢 童狗一下向上站 跑 扯那條鐵鍊 趙智呢 扯了Alice 把Alice丟上去上面那個圍 他把他扔上去 扔上去 即是你當他是陳國康 扔到後 哎呀 我是完全找不到一個支撐的力點 跟他怎麼發力的 他的意念改變了支撐點 我當你真的扔到上去 那你也是垂直扔上去 你不會扔到進去的 你這樣向後扔 因為同樣向後扔的 所以那個鐘擺理論 有一天Alice會扔到上去的平台 我不覺得他有一鐘擺過 都合力 其實有的 其實有的 那條鐵在前面 像高大樓聲錘那樣扯那一刻 向右邊扔 對 但我覺得他不會夠力 這個是同仁 做不到的同仁 可能系統召了 更加瘋狂的是之後那一幕 同仁成功把Alice扔到上去的平台 但他自己失平衡就是向下跌 所以就扔 Alice一站定就向後被扔 下一幕是什麼 他把同仁扔回上來 是怎麼做的 你不要當你做了 你可不可以畫畫給我看 我是解不了這音樂的 對不起 我完全解不了這音樂 阿秀哥你也解不了這音樂 我覺得中一起碼蒙大傑 有30秒的劇情 我以為Alice起碼是捉住台的邊緣 爬上去之後 那一刻才扔也行 要拿鐵鏈慢慢扔上來 偷格和偷畫和畫面的崩壞程度 連他們在這裡打的時候 Alice就出出劍 連中間斬腳畫面也不畫 他好像打橫球一樣 打橫球 拍一些東西就搞定了 而同狗那些戰鬥畫面 跟我們小朋友揮棒是沒有分別的 還有那些傻子其實都挺友善 他們搞很多東西 他們在這裡吹水 在那裡吹飛 你們吹完水 這樣就能打 其實那些橫球不是過去打他們的 我只是問客觀需要不需要服務 他兩個就斬救人 喂 那你這樣當然不要 當然是彈中 彈中也不用這麼有 這個場地彈中就殺了 那些徵合騎士每個人都會走進來 好像是 是啊 彈中就殺了他 對啊 如果他有給提示給我 他就叫上去叫大祭司 轉好轉轉好轉 這是夜場來的 我想說 Admin設置這些東西都很傻 你設置那時候AIO這樣 設個罩在那裡就行了 他上去就行了 不用設這麼多東西 我不明白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 他還要設定了龍 就只可以飛到30層 但那些含爛追子可以霸幾層飛來飛去 另外就是說 因為那些含爛追子是來自這個Dark Territory 所以就說 奇怪 為什麼在 最要跟Dark Territory抗衡的 整合騎士的這座塔 竟然會出現這些 來自Dark Territory的含爛追子呢 就是整群Million在那裡 在那裡說 巴拉拉巴拉 巴拉拉 到底是為什麼呢 到底他們會不會用這個 時瘡迷你槍呢 知不知的那些東西 這些是一些很詳異的復不利 那鏡頭一轉 就是這裡 我總括來說 真的覺得很不好看 那些物理 那些東西都是 我這樣也不要說前幾集很好看 是特別失敗的 鏡頭一轉 就要跟大家討論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 什麼事呢 如果有一天 藍哥 在我們Studio掉了下去 你上天氣去找還是在地上找 下地下找 如果他掉下去的 我是會 先搜出一張東西去下地下找 那有八十多層搜不到的話呢 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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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著我向上走 為什麼下路 即是他有多盲信 這個童狗才會做這些事呢 他根本就忍了童人很久 因為現在你的口袋掉下去 還不是我做老大 做阿大的時候 雖然我的女兒也掉下去 女兒掉下去 沒有所謂 他掉下去 他還有另一條女兒 他本來來找媽伯 現在媽伯已經掉下去了 那原來下塔去找 之前被人耕吵的女兒 就可以走了 是的 你還想找媽伯 真的掉下去 我不知道 其實YouTube還想去做什麼 你就是想去玩媽伯 不是叫媽伯 就是想找Alice 你要辦法救回Alice 如果Alice和童狗掉了出去 童狗我當童狗死了 你很開心 你做大哥 但是你的女兒掉下去 那你沒有再上去的動力 咬他 當然要殺死那些混蛋 他要承繼同仁的位置 我要派到administrator 你以前抓了我的女兒 但我沒有在女兒最青春笑話 那天吃了他 那女兒 你一說到Yujiro的話 我有一件事想說 話說童狗掉下去 之後再爬上去 他們那時候上去空中花園 應該80層 他掉下去 應該掉到70多層 Yujiro是向上走的 在這一集完結的時候 童狗在單槓爬上去 他說爬到85層 Yujiro呢 在80層那裡開始走樓梯上去 在這一集完結的時候 他上到90層 為什麼 好像Yujiro比童狗還慢 童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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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淫淋到他 在Yuzio見到那個牆壁 即是他走到八五層 八五層有個羅馬肉牆 九十層 九十層 也低於九十五 九十層羅馬肉牆 是玻璃木牆 你跟我說打不打進去 伊康打那個肉牆 後面也有個富士山 我叫你 游上去 你當他是街白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打玻璃怎樣 伊康打過這場 防彈玻璃吧 你真的游上去 外面看不見 外面看你真的覺得是專場 即是外面跟Alice玩野球拳 大叔就是脫了衣服 一邊洗澡 兩邊看著 啊 兩邊看著 即是故意遊牆 由外面的景 由出來的 是啊 就不要外面的 不要玻璃這樣看出去 不要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牆壁會爆 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牆壁會爆 我說到這裡 我們就要介紹 這個 在草堂守護的 阿寶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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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不雲 雙不雲 哈哈 是啊 就是下一個守會的聖鬥士 為什麼叫天平做聖鬥士 他是最老資格的聖鬥士 不是一個處女座嗎 最老是天平 就是這個最厲害 他說是首席團長 不是最老資格 他是最老資格 他是上一代戰爭流落 你說最厲害應該是Alice 那一群人應該 他說Alice有機會打得贏他 六年前他說他打得贏他 你這樣計算 應該是Alice是沙加 但因為他的招位是千半年紀念 所以不讓他做聖鬥士 就只是讓他做飄凌 他做聖鬥士 對 就讓他做飄凌 飄凌那一群 那群人 可以做護亭十三隊 對 護亭十三隊 不肯自己撈這一套 撈界那一套 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 他一出聲 這套是不是Jump Force 是啊 喂 擺脫不了雙大夫 Jump Force也沒有 我擺脫不了雙大叔那種感覺 因為他配得 他用雙大叔那種通的 是啊 你拿著劍在那裡介紹 你笑得很混蛋 這把劍真的砍掉人 看到操堂裡面 就有一個首席騎士團的團長 這個號碼幾 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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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月牙天中 怎麼吃真的 他真的出來了 那你 他出這個 他就向Yujiro介紹他的劍 就是這個 市村劍 不是斬著嗎 哈哈 改了我的名字 改了我的名字 銀魂也不就在我的名字 好像Bleach 那樣 你叫的名字 跟他真正的名字不同 喔 你叫做名字 他就馬上去打了 你想想他今集他都沒有出到他慢解 他連此解都好像還沒出 很蠢 對 不是 他那一刻斬已經是他的此解 好 那還沒出慢解 那在這裡打 其實都打得不太好看 還有 市村劍的效果 如果他真的出慢解 其實真的太屈 也懷疑 為什麼你一開始又不能出呢 他說市村劍的效果就是穿越時間 那就是你避不得到的 對 還有他很有趣的 因為他會 陰拼拼拼的 那一匹拼拼的 原來他拼的地方 就會留下了一個他畫過的空間 只要你充到的空間就會受傷 那麼這個空間呢 是一個半月形的 對 新月形的彎位 對 熱之朴 對 嗯 嗯 不知道他那匹劍叫的時候 會不會是密超大叔 我不能知道 他叫安德魯出來 不是叫出來的 是另一個角色 在這裡隔了幾下之後 Eugio也要出他的慢解了 因為他回想 回想Cardino 龜婆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武器有分 刺解和慢解 我沒有說錯 他真的叫強化和解放 你就是刺解和慢解 你們現在只懂得刺解 但還有慢解 你明不明白這套SAO 如果你沒有看過 飄零和星刺 你覺得東西很歪很厲害 你有看過飄零和星刺 你全部都被剩下了 好像說了一串英文 騎士章都套出他 就是飄零和星刺說日文 這個說英文是不同的 你知道嗎 Lighting Law Plasma 是呀 Lighting Law Plasma 是呀 他經常都是什麼 是英文 先講一下剛剛的龜婆 他在這裡介紹 我也算 他給了別人其他 騎士的刺解和慢解的 list 給他 然後看回 最初那個是蛇尾丸 真的變了一條蛇 他是給他們看嗎 不是 童哥自己想起 狼狼著兩張紙 一人看一張 那兩張紙是他們的 那兩張紙應該是 童人和UGEO的刺解和慢解 但是跟別人想起 原來當時 他對那條雙頭邊就是 這個 變了蛇就是慢解 應該是想起的 就不是 這個不重要 有些人想串狗 我們就會說 飄零當然知道名字 就大了 要是練了Level才可以知道名字 現在有人遞了一張紙給你 你認識一張絕招 怎麼搞你 還有你有得 零分隊的朋友說 你聽不懂的 還有呢 還有你用來比較 大王你用來比較的話 就是你 說那些粉絲默認了他 是抄票令 啊 麻煩你隻手說什麼 我想說呢 他那招 他出的慢解 就是你出就出啦 我用那麼多英文做什麼 還要他 大家很期待他知道慢解是怎樣 其實呢 他就說冰封只是第一步而已 第二步是什麼 食人与玫瑰 我雙魚座星道士阿波羅的 這樣呢 那些玫瑰就會吸夠 吸夠中了那個人的天命 包括自己 哦 那他拆掉那個雙魚座星道士 雙魚座吸別人不吸自己 有哪一招絕招會吸自己的血啊 啊不是啊 哈哈哈哈 我只是想起 不是啊 不是啊 Lost Kevin那個雙魚座 有一個東西 真的專門吸自己做戰術 哦 OK 他那東西 總之是攬炒的 有吸自己的 有吸自己的 不是啊 Lost Canvas 不是啊 撞馬那個 吞了一粒種子 然後還撞到一棵花那個 那樣的東西 哦 他是被人封了那些妖靈在裡面 不是啊 不是啊 這些同歸於這招式是可以的 但是呢 Yujiu這麼有信心出這招的原因 我真的完全不理解了 他不是子龍那隻 抱著你 我和你攬炒 我也要打贏你 是啊 不是啊 我理解啊 為什麼啊 我理解啊 跟那些人說要懲罰民主黨一樣的 和熱狗說要懲罰民主黨一樣的 我跟你鬥場 不是啊 哈哈哈哈 那打遊戲又真的有的 和對方磨血 會有的 這個 但是他磨血 他磨血 他磨血 他理解到自己的天命 是被別人天命強 那個理由是 是不 是不 valid的 他就是說 我呢 年輕小子 我的天命的最大隻 應該是去到最高的 你呢 就看了四十多歲 你就應該的天命 去到差不多 老 衰老的啦 如果我們鬥最大隻 就應該我贏 阿先生 麻煩你回帶 你看回電梯小姐 跟你說多少歲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一百零七歲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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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你出少年輕過你 哈哈哈哈 還有 還有 哈哈哈哈 喂 等等 還有呢 Yujiro 你是不是不記得了 你不斷在我分這些天命 被一同狗 我不是拍了藥的 我不是會帶拉麵 和Alice打過來的 是啊 他沒有中過招 他沒有中過招 嘿嘿嘿嘿 你有夠時間 開你的window出來 看你自己有多少天命 你都沒有夠時間 看別人有多少天命啊 不不不 人家那邊是精益騎士 有教皇支持 教皇隨時把他的壽命 吹了上下去 整晚都不是出奇的 從第一集到現在 就是那個電梯小姐的107年 有哪一句說過設定 就是說你的歲數到哪裏 天命值是最大值 沒有說過 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的人是會衰老的 所以教皇就是之前念詩心曲 把自己的年齡調 然後鎖了那個年齡 你哪裏有設定 摸一條招不碎 是啊 Yujiu這東西是 隨時大叔說 摸了 摸了你 摸摸摸 摸摸 你死了嗎 我現在腳尾還沒開始痛 第一 怎樣勾解要吸自己的天命 我已經不理解了 第二 你又這麼有信心 你的天命是多過人 你真是狠 你現在不是真的打遊戲 你看到別人的HP有多少 你們的系統 是真的要叫 叫系統 才看到你的最大天命 我是Yujiu呢 我就不揹著自己的左手 左手拿著回血的東西 又是奴彈 然後又是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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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玩 奴彈 可能他的自信來源 可能是無緣無故叫他給鮮痘 就是你想想你當自己玩PAD的自動回血隊 奶媽隊那些 這樣就不怕的 但是當他們兩個在糾纏的時候 監獄學完安德魯就亂音了 哈哈哈哈 有一個類似那些馬力團小丑的角色 就在那裡彈下彈了進來 他脫了一頂毛 我覺得那個髮型根本就是安德魯的髮型 一人無樣 他的樣子和安德魯一樣 對 他講了很多狗話 總之他就拿走了一戶的命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已經不需要你了 你們這幫沒用的整合騎士 起碼 對於你和愛麗絲 Administrator很快就會對付你們了 其他的整合騎士我們可能都會不要 因為你們太沒用了 我已經找到一個不錯的肉體了 那他就看著的 當時就是Yuzio 在這個時刻 我突然想起 為何他們要找整合騎士呢 因為Administrator 預計到Dark Territory的人會打過來 所以他需要聚集他們的軍力 就是整合騎士 你殺了他現在 但是 他不是殺的 他現在是freeze而已 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 因為freeze的狗也用不到 譚超你記不記得 我忘記了哪集 進波特星人哪集 這樣而已 Dark Territory打過來 我當然沒用這幫人 他到時就解凍 那你凍著他用來做什麼 那幹嘛你凍著他 做實驗吧 冰封俠這樣 隨便吧 冰封俠是四旋劍 冰封俠好打一點 你說 那時候你也不要 一戶你也不要 那你找些人回來做什麼 很想說 你整合騎士本身都有十丁牛 你不要說自己很踏馬 不是 整合騎士有三十多 你剛才跟海洋之間的男人一樣 以為自己很踏馬 還是只有三個人 現在不整合騎士說 我很踏馬 你媽媽世界打他 死定了 十幾個 三十二個 設定上 好多 32個 設定上 你畫面哪有數到32個 我給大家看 設定有有 厚一點 他真的有些計劃 但大家都知道 這些admin AI都是 都是傻的 他的計劃 我的計劃是慢計劃的 還有 如果大家真的期待到 下一個篇章 這個stress test 暗黑大陸篇 你媽媽看著對面那些 你會覺得admin很傻的 得以債人 加上他的秘密武器 可以打夠這麼多 他真的狠狠狠狠 那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打過 只夠啊 那我也 可能到時候有 一群人真的狠狠狠狠狠 那我問一下 說了這麼多集 有什麼辦法是合作的 有啊 跟人的辦法條條都合作 噢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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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跟人之外 那些辦法沒什麼必須有用 是啊 那我跟村元最擅長寫什麼 最擅長寫童狗的嘛 你看他之前 發揮童狗最大的優點 他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扣女 沒錯 就是扣Alice 這些真的 那我經常說是賤男 你用不著 賤男信書 那你現在擺明 Yujiro是搭討的 他又跑去攻略Alice 那很混蛋 那從狠狠最出名 就是追女之外 他再細分下去 他是喜歡NTR的 就是追女的腸髮 是啊 就是有兒子那些 我試玩NTR這個 先說是 衰香 然後GGO那個有些毒癮 那是 那是 那是職業那個有隻兵 真的 是啊 他最喜歡NTR的 那是 那你 你 那是 那些敵人 喂 我兩兄弟來一號會所 孖八技術好 大家都知道 沒理由說 你看中了一敵人給你的 喂 你買農票 我買農票 喂 那你兒子 飛虎出征 周漢光報告他 我嫂子來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都會這樣 人家都說我嫂子來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其實呢 就是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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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但是呢 我想起呢 如果你敢計算 他連最爭戰都NTR了嬰兒 哎呀 是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Yula的東西給了他 是啊 為什麼給他 不是給阿嬰兒 哎呀 我真的很想見國戰編 把他們兩個出來 求求你 A1把他們兩個出來 我很想見他們兩個 真的 我們說一說 你也說到最新一集 節目播出 錄音的時候最新一集 是啊 那講一下都講了四集 是吧 五集 五集 我真的想講話 這個思遠一點 認真模式 那些朋友說我很想創新 什麼話時代 什麼時候最尖章 一個世代的漫畫 好像很忍有創染 如果你老美 我剛才所說的 你真的有看飄零 有看星刺 你什麼樣都是 老實實實 你真的照樣拿過來 你整個篇章是十二公 你已經知道 那個阿奧尼亞的 問題是十二公那裡 樓層的分佈 就比你合理 十二公跑樓梯 就跑了很久 但他每個公都有用 你現在那些 不知道做什麼交都算了 然後你那些招 老實實實 我覺得真的是 Copy Peeling 我不知道A1 作畫上Copy Peeling 他本身的concept也Copy Peeling 我不知道 你說不是有借鏡 我不相信 如果我們就算套了這樣的劇情 好像聚烈爭戰一樣 我們看得是爽的 我們都少你兩句 問題是 無論是Alice出這個慢解 雙大叔出這個史解 甚至是之前紅蓮騎士出的那些 全全部都是不緊張 也都不好看 那些分鏡沒有那麼緊張 還有那些畫 我想說真的差到無論 我不相信是SAO budget 一虎就是商大叔 在羅馬牧場站起來 另轉面那天 那個樣子都畫了 他畫了 他畫的那個程度 有一點像美好世界 另轉面給他一個good 那個表情 很多位都崩了 但別人那個表情 就是for fun 你這個很忍認真 另轉面那些 很霸氣的大叔 一令他就是美好世界 不扯到GGO的BOB片 我就拉回去第一集 他們幾個在GGO出cheat 玩光劍那場 沒看過你現在 他投了兩集 那些畫是做得好 笑了 最重要 Alan和GGO兩個 有劈過那天 哇 音樂很緊張 那些叫聲音 有防防聲 噴噴聲 那些鼻子很震 但是玩什麼 完全不緊張 我只能說 他的打擊感 其實 真心 我覺得 他打擊感的方面 或者那些動作 跟橫戰公主差不多 嗯 好少少 好少少 好一個橫戰 好一個橫戰 橫戰 橫戰是沒有對策的 他是鐵棒撞鐵棒 橫戰公主是嘗試我枕頭打 問題是 你這套東西 跟橫戰公主拍到一起 這樣就含了 哈哈哈哈 還有去回GGO 你幾千人幾千啊 GGO中間的預算都有點不夠 但他好像打第一次在那裡 即是吊咬你 我們距離十米打咬你 那場都比你現在在那裡打慢解 我只可以說 這套 Alicization 今季 他的戰鬥場面 是比以往多的 的而且確 所以你燒預算多了 或者你不夠預算去做 那我也勉強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相信SAO 人家會給你一點錢 是啊 是啊 還有我想說 他的粉絲經常說 有幾個設計 幾人厲害 問題是 我們好像之前 早上說的作品都說過 你是多設定多劇情 你想辦法怎麼交代 應該就是兩人站在那裡說話 不斷說話 不說話好像在打那些 Girl Game那樣 不斷圓圈 就是在看對白框那樣 我們 好像邱家歐和一湖 湘大叔 啊 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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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長 他說真的 那些對白 為什麼就是吉頓了 把大紅年兵輪圓 說了兩人 他就說了 說話 為什麼你做對白框這樣 其實就是 你以動畫製作來說 你說對白是要說得好的 他完全不行的 飛龍 其實 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場外有一位 完全沒有看過的朋友 在看 他的感想就是 悶惹到混蛋 還有很喜歡 他說 喂 日年來一個新接觸的觀眾 看上去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是不是應該反省一下 你的作品有什麼問題 你不要又說 我們在說什麼 故意迫害 或者這些 SAO客 你連新的觀眾都吸引不可以 而且很老實 大家如果跟開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一向對A1做SAO 是很高評價的 對 我覺得他們一向都很右心 但是我覺得這幾集 A1是開玩笑的 擺明是開玩笑的 有人陰謀倫說 做了不知道哪一套動畫 E.D. 是 所以 E.D.做了一集 人家做一個人都搞不完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 好像分散這批軸走 你不要說其他作品 這套戲就是這套戲的 即是 我夠知道 我夠知道 紅年支援的預算分了 在炎之下的唱場版上 擺明是 那你這個紅年支援的戲 我一樣屌射你 我連自己喜歡那個名字 都這樣屌射 我還想哨你這套戲 你已經說戲就是戲 沒得說 還有什麼特色 又說什麼東西很好看 那些人真的瘋了 不覺得是 不用怕大王 或者助作其餘兩位主持 之後只會佔入街景 在笑的方面 我想問一下 舅哥多一件事 你說Aris自動起水這件事 吊橋效應一下 有沒有臭雞味 他不算很臭雞 很老實 就是不算很大臭雞味 同樣 扣這麼多女 這女是最花時間的 對 你想想 他在這幾集 他見過那些女 獅子座被她打開門具 就開始不行了 開始害羞了 還有沒有汽水的獅子座 Sogo小姐 是直接腿張開 come in 對 直接叫你come in 隨便喝 真的盛暗士升次了一點 Aris Aris是需要去到 用雕橋效應 嗯 是很艱難的一件事 我覺得想他有那些 汽水反應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做這麼大的事 是啊 你做 還要多分兩個包給他 由33師變成32A 你剛才還沒說 那兩個包嗎 休息的時候拿兩個包出來 說完這個就差不多 還是那句 你天命 你回到第一集 你三文字不算是天命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希哥想先說兩個包 是 那之前呢 就分了兩個包給Yuzio 然後他們現在 出了塔外面 爬完之後 做休息的時候 和狗又在他的胸口 拿了兩個包出來 我Jelly有這個man包 加拉是不是四個包 你老尾 我Jelly有這個man包 我們處於超生 賣聲好看 快紀和看 快紀和看 大家提到第一集 Alice的三文字 是有天命的限制的 叫大家快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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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集你都差不多了 行不行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 可以在我們的 chat room 討論 也歡迎大家去吹水區 留言我們再討論 下幾集又進入最終決戰 究竟Yuzio的命運會如何呢 如何讓童狗再玩狗呢 administrator還有什麼 按鈕的招勢出來 讓大家發笑呢 期待下一集的刀劍監察院 Yuzio的命運 不是被安德魯拿去 用安德魯經濟學洗腦嗎 那他洗腦之後的命運會如何呢 喔 看多大家一次 Yuzio是 玩騎馬子 騎馬子 我覺得Yuzio要走過去 走過去抱著在那裡吃 你馬上踩我吧 富會長 即是不是富團長 是富會長 這樣就好看 下次Yuzio究竟如何讓童狗再玩狗呢 我十分期待 很慘 很慘 喂 你神經病過半小時 不是 一次我說五集 第一次監察院說五集 竟然可以做到進度幾次 今天大家都聽得很盡興 我們都錄個鬼鬼的 今天還錄了其他節目 剛才新宿是錄節目的 不過不知道 阿祖哥Sir的新宿都不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沒辦法了 切你我見不見面 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今集刀劍監察院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